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又要來流派介紹啦 自從上次那隻電戳貓玩的很不爽 我就決定來玩一隻比較不需要按太多按鍵的角色 後來就玩了以前一直很想玩的 狂人2怒影 也就是大家說的阿公 就替身攻擊的那隻怒影 那玩了狂人2之後真的是解放雙手許多啦 現在刷圖阿或者是打王 搭配一些簡單的觸媒之後就不需要按太多按鍵了 這是有點後悔沒有太早轉啦 還在觀望的是可以考慮一下玩這一隻怒影 那接下來馬上就開始今天的影片介紹 那這邊先說一下我這一隻狂人2的話我是吃這個膠囊開局的 所以1到60集的話我沒有體驗到 不過就現在的環境來說 劇情階段有藏寶地圖 到了異界階段也有套裝 都大大降低了前期的難易度 大概在90集以前吧都很容易就打上來了啦 還有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吃這個膠囊開局的話 你記得要回頭打一次所有的藏寶地圖 那邊有很多天賦點可以拿 我一開始也是不知道到了90多集之後才回頭去拿 一共可以拿6點還是7點吧 那現在就開始流派介紹 先來刷一張圖看一下好了 那這一隻流派最簡單的就是 你只要進圖之後按了一個按鍵之後 就不太需要再按按鍵了 就負責撿東西就好了 跟之前的那個搓搓貓來比之後 真的是 不用按太多按鍵啦 刷圖很簡單就是走過去就好了 然後撿東西 然後過濾器用好一點 不要撿太多垃圾 這樣子一張圖很快就刷完了 就負責用這個閃線來趕路就好了 這樣就刷完了 即使是你用手機玩的話也是一個蠻好的遊戲體驗 那怎樣做到說讓那個阿公一直存在 然後會自動攻擊 我們就是要去買這個傳奇的英雄追憶 帶現身的番劑 那有這個之後他就會一直幫你打 然後代價的話就是你被繳械 繳械就是說你自己本身不能攻擊啦 全部都要靠這個阿公再幫你打 但是我們還是有利用這個副作用 把他轉化成後續的傷害來源 那等一下會講到 用了這個之後你要再拿一條 這個追憶的池要拿這一條 使用技能時你額外獲得9點怒氣 這樣的話你的怒氣才會一直維持住 不然你不給他怒氣的話他打一打就消失了 那接下來講一下流派的傷害構成的一些機制 那這個流派有幾個關鍵字阿 你只要一直堆這些屬性的話 你就會拿到大量的傷害 最重要的就是力量 再來是堅韌祝福 然後連續攻擊的機率阿 連續攻擊地震傷害 斬擊斬擊傷害這一些 還有增加範圍還有增加範圍傷害 都可以拿到一些大量的傷害 等一下會一個一個講到 先從這個英雄特性這邊開始講 你這個遺物可以拿這個加範圍的 怒氣加範圍 然後怒氣加這個阿公的傷害的 這兩點是比較好啦我覺得 然後你的這個英雄遺物一定要開第五格 一定要有開第五格 因為他的這個帶先生的番技 他是限定放在第五格的 再來的話你可以買一個仙谷陣2 這個也很便宜啦 沒別的他就是多拿一個英雄特性嘛 如果你不拿這個的話 你也可以找一些加怒氣阿 或者是怒氣減傷的阿 跑速這些都可以 然後特性的話就是點11121 這一點我們就是靠這個仙谷陣2來拿 差不多特性就是這樣子阿 然後講一下裝備 其實一開始低配版的話 是這樣子阿 我是拿了這個除魔之心 然後雙面能腰帶跟一個洞鳴 然後加一把臨別索球 那這把臨別索球 他瓦到這一條的話會比較貴一點 一開始如果你剛入門 你可以先不用買瓦過的沒關係 你就買一般的就好 或者是人家瓦壞的也可以 之後你存到錢你再來買這一條就好了 瓦到這一條的話傷害加蠻多的 但是也是比較貴 再來的話講到盾牌 盾牌好用的詞綴就是 主動技能嘛 然後加這個物理傷害的火焰傷害 力量一定要有力量 你這些自製裝備上面 一定要有力量 因為力量就是我們的傷害來源 然後可以選一條加這個戰吼技能的效果 再來兩個戒指的話 其中一顆拿這個擊中敵人觸發元素破壞 這樣的話我們的主動技能就不用再放一個詛咒了 缺點的話就是詛咒效果這一季變得很強大 如果你沒有這個用無助去放的話 他只有單單這一點他的詛咒就是效果變比較低啦 然後其他的就是拿這種堅韌祝福上限 後綴拿力量抗性 你不知道要拿什麼的話也可以拿這種技能範圍 那力量也是一定都要拿 再來是腰帶 腰帶的話初期你就拿雙面人腰帶 然後拿這個額外三層堅韌祝福的這樣就好了 後期你用自製裝的話 你可以穿像這種低魔額外減傷 這一顆是我買來的啦 所以這一條還不是很好 我是有點懶得自己去做 然後可以拿戰吼效果阿 那你的夢與池可以去打一條這個 技能範圍的增加減少 同樣作用於範圍傷害 那跟頭盔的這一條 每100點力量的話他會加技能範圍 這樣子的話就變成一個combo 你力量越高你的技能範圍就越高 那你的技能範圍越高 你的範圍傷害就越高 因為暴走巨韌的話他的範圍加成 同樣也作用於斬擊的額外傷害 所以你拿範圍也是等於拿傷害的意思 那鞋子的話 沒什麼重點 就是逃術嘛 然後你可以拿抗性也可以拿光環效果 阿力量一定要拿 然後拿一條偏鞋 項鍊一開始你就是初期的話 你就是直接拿動名就好了 那這些數值盡量找高一點的啦 也可以買瓦過的 但是這個瓦不瓦 沒什麼差別啦 手套的話就是拿這個除魔之星 然後這個斬擊次數一定要選到2的 那機力盡量選高一點 那拿除魔之星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這個抗性加蠻多的 你如果沒有瓦的話 我記得頂是加12點 這樣就是這個手套就加36了 還蠻多的 或者是你可以去拿這個瓦拉鋼的裹去布 我是比較習慣穿這個啦 因為他的抗性價比較多 頭盔的話做魔力封印 然後這個要做T0的 如果你有堅韌祝福的話 攻擊法術附加火焰傷害這一條 一定要做T0的 其他的力量也是盡量做T0的啦 那夢與池你就自己去讀 還有這個腰帶的話 這一條夢與池是用生夢去解的 材料的話是用那個蒼白雲霧之雍那條腰帶 我這個是直接交易所買的 所以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是不知道好不好解夢啦 胸甲的話一樣 前綴拿主動技能等級 那後綴要拿堅韌祝福力量 還有這一條也是一定要做T0的 就是空手的時候 你的力量會附加物理傷害 那因為我們被繳械嘛 那視同於空手 所以他這個空手 跟他這個動名的意思是一樣 我們就是拿這個額外傷害 還有拿這個暴擊 裝備部分差不多就這樣子 後期你的這個項鍊可以換這個破碎日環 就是他會必定斬擊啦 那到後面就變成你要撐那個斬擊機率 這樣的話你的額外斬擊傷害會變得比較高 再來說天賦的話是選 巨力之神、都君跟猛襲者 那大典的話選 堅韌還有四大力城 都君的大典的話選 磐石跟巨能之己 猛襲的大典選 舍命還有善死善終 天賦的話 如果你要看詳細的 你就用推薦碼去看 那我這邊稍微拉一下 再來看一下石板的選擇 神之譜系的話可以選 可以選的蠻多的啦 可以選落葉飛花也可以選像這種四爐破竹 這一條傷害會加蠻多的 那你就盡量去選你自己喜歡的數值 然後像這個其他的石板的話 比較重要的是這一條 盡量是一定要有啦 如果你的有這一條的話 刷圖速度會快蠻多的 他就是把你的移動速度加成 變成你的位移技能的冷卻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一直瞬移 主要就是跨地形的時候比較好用 然後其他詞最好用的就是 這個加9%力量 或者是盡量啦 我都找力量比較多 然後還有這個 堅韌祝福的話會變成加技能範圍 然後拿一條這個 物理傷害轉成火焰傷害 這樣子的話你的都君這邊 就不用點過來了 這樣子就省1 2 3 4 4點 差不多就這樣 石板的話 如果你不用這一種的 你就去買那個 萬介如常的版本啦 這種心神詞綴的話都找 找這種火焰傷害或者是物理傷害都可以 技能的串法的話 差不多就是串這樣子 我其中一隻蠟燭有放這個 核心技能被音化輔助 那如果你還沒有的話 你就把這個爆傷 改成 硬化 這一個也有蠟燭啦 但是我還沒有買到 所以我就先用這個 然後第二個蠟燭 你可以挑這種刷圖用的啦 擊敗敵人加移動速度加技能範圍的這個 這樣刷圖會稍微快一點 像這個狂猛戰吼跟這個 公牛之怒就是增傷的啦 這兩個都用那個 觸眉來放就好了 還有一個是 防護技能 放這個緩衝防禦 他這個減傷也是加蠻多的 那一樣是用觸眉來放就好了 那下面四個被動技能是放 狂猛 武器增幅 烈焰衝能 這一格的話 看你想不想要放元素抵抗 如果你不放元素抵抗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銳力加持 銳力加持這一條 傷害也加蠻多的 那我這樣放起來的話 大抗是來到80點 你不放也可以啦 反正 我們不是玩那個專家模式嘛 死掉就死掉了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打裝 已經 蠻容易就可以打到5000億了啦 只要他這兩個同時發動的話 很容易就打到5000億了 但是我平常刷圖是大概在2500億左右 我刷圖的話我換成 這個不掉經驗的寵物會到 大概2500億啦 那也是蠻好刷的 後期再提升的話 神版這邊啊 你可以多拿一條小點的 或者是你就去改萬界爐場的版本 那其實這個狂人2的話 他也蠻多種流派的 像是神驅燃燒的話 是拿萬血的 拿血大量的HP 這樣子把它轉成傷害 還有另外一種的是拿護甲的 項鍊改成荒蕪結晶 所以你在超流派的時候 不要超錯了喔 你不要每一種流派拿的裝備 核心裝備有點不太一樣 還有拿那個戰吼技能的 像有的流派他是改那個大象五行 大象五行的話 對這個狂猛戰吼加成也是蠻多的 那流派介紹差不多就這樣啦 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影片下面留言吧 我有看到我就盡量找時間回覆你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 掰掰 在隧級 Woah CP 噏